台长今天只能是那个问问题是吗 对 那还想问一下如果是哮喘病的话 是不是灭脏病呢 对 哮喘病是灭脏病 那应该读什么经比较好呢 就是礼佛大圣伟文啊 然后再读 就小孩子的话如果是三岁左右的话 那应该是读几遍礼佛而比较合适呢 两遍 读两遍每天 再给他念点大吉祥天女神照 有给他念每天念二十一天 没问题 而且呢晚上睡觉要开窗户开一点 晚上要开一点窗户 当然新鲜空气也不够 因为我就是觉得很奇怪 就是我们家里现在就是经常不停的都是犯都是咳嗽 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那个是气管的问题就咳嗽 首先就是气场不好 第二他本身的生存的环境也不好 也就是说空气不流通了 相互传交叉性感染了 这些也有可能的 也不要太迷信 好像觉得整天的就是想这个想那个 实际上有时候呢要多锻炼 要多站起来多走走路 然后呢空气要新鲜一点 对他们都会有帮助的 听得懂吗 不一定会是不一定是灵性问题 不一定不一定 那好的 还有一个对不起 台长就是刚才说那个同修 就是说的谈在观察里面 我要念几张小房子 这个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小房子 好的 那是我的药金子 是你的药金子 好 好的